園區科技大廠在忙碌之餘 都會利用休閒時間進行各項體育活動 穆德科技日前在台南城大 以及新竹青大分別舉辦 南區北區穆德杯企業羽球排名賽 不僅報名踴躍 主辦單位也將報名費轉做公益 同時羽球會友也號召更多提保生進入科技業 我們在這個報名費的部分 像一般的報名費可能是1000塊 但是我們的報名費部分 就直接請所有參賽的企業跟隊伍的部分 直接把它劃播到伊甸基金會 不透過我們公司任何的名義轉入這樣子 報名費大概就將近捐了 大概20萬的費用給伊甸基金會 那我們公司平時在公益活動的部分 本來就是有定期的在支出一些社福團體 穆德科技和一般企業不同的是 他們禁用員工總數將近十分之一的提保生 原因就在於主管們看到提保生的學習精神和毅力 同時也帶動公司在運動休閒的風氣 聽到的時候覺得有點畏懼 因為自己也不是專長的 所以覺得進來自己可以做什麼 可是覺得說有科技公司願意開這個缺 給提保生覺得自己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所以當時就來面試了 教師路線就走的路比較狹窄一點 就教練教師而已 可是如果在企業的時候 當然是路會比較廣一點 看的東西又比較多一點 就是可能雙方面都會都了解這樣子 覺得說我們帶動了公司的運動風氣 因為可能很少有企業說 會找時間還去打球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公司收一些 就是有十分之一的提保生 就是我們下班後 我們都會教同事打球 然後可能在工作方面他就會教我們 就是我們會互相交流就對了 對啊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提保生的出路一般的印象 就是擔任老師或是教練 但近年來少子化的影響 和學校招生等問題 也讓提保生面臨出路問題 現在科技廠看重提保生的優勢 也開創他們不一樣的視野 像行政類 倉庫 身管 物管 客戶服務類的部門的一些工作 其實都很適合這些體育學生 來服務的 那其實這些體育學生進來公司服務之後 其實可以帶動了整個公司 在運動上面的一個風氣 那你看無形之間他就是我們的教練 那同時社團 運動社團這裡的活動 其實會非常的活絡 因為就是從體育學生身上的特質 發覺出來 他們具有了陽光 正向 有運動家的精神 越挫越勇 而且配合度跟服從性是非常的好的 其實就是以他們的這些不服輸的精神 那克服自己的在學習上面的困難 然後來培養來培訓自己另外一個的專長 穆德科技舉辦第一屆企業羽球排名賽 目的就是要號召更多企業加入有益 身心的體育運動 同時也藉由拋磚引玉的精神 號召企業僱用機優運動生的理念廣為宣傳 來達到企業獲益和機優運動生有更多的出路 凱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